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知道近來很多朋友都很少外出吃飯 街市又很旺 有時買回來的材料 究竟如何處理 尤其是急凍的食物 魚、肉類 怎樣才令到它變得更新鮮 或者保存得更好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很多朋友一去凍肉店買一些急凍肉 他們都說很多時候都會有些雪的味道 究竟是否真的任何肉類 一放進雪櫃就會有雪味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通常在冷凍瘡裏 如果你放很多不同的急凍肉 你知道急凍瘡裏有魚、蝦、雞、豬 甚麼都有 那些氣味會互相影響 如果你想它沒有這麼大雪味 最好就不要買散裝 買一些是預先真空包裝好的 那些雪的味道 就不會入到你自己本身買的肉類 這個是最好避免雪味的方法 如果大家買了急凍肉 如果它真的散裝 那你又不是馬上吃 最好就是真的用一些密實袋 包好它 一定要封得很好的 它就會避免很多這些突然之間 你不想要的味道出來 最好的方法是沖水 可以的話 但有些肉類就不適宜沖水 舉個例子 如果是雞翼 你就放膽沖也可以 因為雞翼 就算你在水裡解凍 都不會影響肉質 我強烈建議大家 買回來 放在水裡 浸軟了之後 沖幾次水 然後再乾乾它 才再煮 輕微的雪味就會這樣 會洗 但是呢 說回來 如果你是買一塊肉 那你就不要了 如果這些肉 放在水裡解凍 它很快將肉質 那些纖維是好像鬆散了 那你一煮的時間 那些水分很容易流失 那塊肉就會變得又乾又粗 在歐洲 現在就盛行一種很流行的一種煮法 煮食方法 在肉類 海鮮還沒煮之前 它會放在鹽水裡 它這種方法叫Gry 就令到那塊肉 減低了它表面上有少少不好的味道 之餘 它會令到肉質會緊緻 而且還會令到肉 你煮起來 會覺得很入味 如果這塊這樣厚度的豬肉 你大約一公升的水 大約是落三十四十克的鹽 放在那裡浸 那你浸呢 你浸它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了 你再煮的時候 你會讓平時覺得 煮出來是零食 肉質又更緊緻 我見到很多朋友去朋友家 打開雪櫃 哇 你買菜的嗎 他放了很多菜在家 幾斤菜 你比我餐廳還多 那怎樣可以比較有效些 可以長時間補鮮這些蔬菜呢 如果它是濕的 有時你買菜櫃 有時都會滴著水 那你就一定要放在室外室溫 等它乾乾 然後才包在蔬菜格裡 你放它一個星期都沒問題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你還要有些竅門是怎樣呢 如果你看到它有少少葉 開始會變色 上爛 你一定要先撕掉它 不要搖 蔬菜頭這個部分 如果你看到它也是乾乾 烈烈的 切掉它 不要洗 最長時間 可以放到兩星期都不難 但是一定要很仔細地看 看看它有沒有爽爛的葉 如果有些葉已經敷 好像爽爛 你包在一起 很快就三日四日 整包菜 旁邊那些就開始爽爛了 如果大家還想 有些蔬菜可以 保鮮期會長些 你就選擇這些 西蘭花、椰菜花 這些會比較 它自己本身 保鮮期會長些